大概在9月中到9月底之間 保衛公司都會寄出連動變更通知 即是Annual Notice of Change的信件 如果你還覺得當前的計劃是最優勢的項目的話 那就不需要做任何改變 那都是那句話 沒有最好的計劃 只是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Hello 大家好 我是Vanessa 歡迎來到月體月醒月語頻道 相信看過我們的節目的長姐朋友們都知道 我們經常會在節目中提醒各位 年度轉換期的時間 就是每一年的10月15日到12月7日 在開放期來到之前 很多長姐朋友都會收到一封信 是由現有的保衛公司寄出的 叫做Annual Notice of Change 俗稱就是RanoC 但是這封重要的信件 都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 所以我們今期的節目 就會和大家解釋一下 甚麼是Annual Notice的通知 經過年度轉換期的長姐朋友 你們還有沒有記憶呢 通常在10月15日年度轉換期 開始之前的幾個星期 大概在9月中到9月底之間 保衛公司都會寄出年度變更通知 即Annual Notice of Change的信件 這份通知會很詳細說明 你現在參加的 Medicare Advantage 即是聯邦保衛優勢計劃 或者是處方藥 即是Part D的計劃 今年到明年各行的福利的變化 以及保肺的變化 Annual Notice of Change 中有甚麼值大家去注意 如果我們是參加 Medicare Advantage 即是HRMO計劃 或是參加了 處方藥保險計劃 即是Part D 我們需要注意信件入面 四個點 首先 要在明年各行福利的費用 比起今年有甚麼變化 特別是自費的部分 有甚麼變化 例如我們看醫生 住院 叫救護車 以及年度付款上限 這些費用是增多或減少的 第二 就是我們想看醫生和醫院 以及藥房 是否仍然在計劃合約中 第三 藥的保險 每一年的保費 是否有甚麼改變 第四 如果現在我們需要用藥品 可以看看藥品目錄 明年是否繼續有成保 因為每一年保險公司 都有可能增加或減退儲方藥 所以今年有成保的藥物 明年不一定有成保 以及記得仔細看看 我們拿藥的費用是否有增高 當然這部分 我們華興保險很願意為大家服務 那如何 看看我們需要否轉換 大家看完那個Annual Notice之後 就會對自己明年計劃 有一個大概的想法 首先你需要知道自己目前計劃 有沒有發生甚麼變化 考慮完各行的福利之後 如果你還覺得當前的計劃 是最優勢的項目的話 就不需要做任何改變 又或者你發現當前的計劃福利 在下一年有少少減少了 你可以跟這些變化和你現在 或者目前明年的計劃進行比較 都是那句話 沒有最好的計劃 只是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通常我們收到Annual Notice of Change 是需要做甚麼 通常來說 Annual Notice會在9月份送到 政府要求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 和Part D處方日計劃 需要在年度轉換期 開始前15天寄信給會員 所以在9月30日之前 還未收到年度變更通知的獎仔朋友 可以聯絡你的保險公司 如果想換計劃 譬如想由一間保險公司 看看明年有沒有福利更好的計劃 又或者今年的計劃又拿不到藥 又想由轉換等等 都需要年度轉換期來做改變 即是10月15至10月7日這段時間 所以收到Annual Notice的話 如果有甚麼不明白 請聯絡你的保險經紀人 諮詢一下專業的意見 好了 我幫大家總結一下 年度變更通知 Annual Notice是由你當前參加的保險公司 寄出來給我們的 它很詳細地說明 你當前參加的紅藍卡計劃的各行福利 保費在明年將有甚麼變化 通過這份Annual Notice作為參考 你可以決定是否留下你現有的計劃 又或者換到一個新的計劃 Annual Notice很容易被大家當作 垃圾信件來忽略 所以一定要注意 大概9月中選 注意下有沒有收到這個封信 有的話就請注意幫我們仔細地讀 如果大家對於關於Annual Notice有甚麼問題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選到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幫我們點贊 訂閱和按下鍵仔 多謝大家 拜拜